肩颈老酸痛是请聚出问题。 二张图教你挑对枕头,床垫睡好觉。 忙碌了一整天,希望夜晚能睡个好觉,是许多人的愿望。 因此,选择一套合适的寝具,提升睡眠品质,可说是一夜好眠,让疲劳全消,隔天精神抖走的关键。 但是受枕头,床垫种类白白种,民众到底该怎么选择?就让专业物理治疗师来告诉我们吧。 不知不当姿势会酿肩颈酸痛。枕头,床垫不适合更是潜在噪音。 卫福部南投医院成乙军物理治疗师表示,造成人体的颈部和背部出现疼痛问题的因素相当多,除了不当的生活姿势外,不良的枕头和床垫也是可能噪音之一。 如果睡眠时没有好的枕头,床垫辅助,直接躺在硬面上,让身体没有适当支撑,脊椎便容易呈现不自然排列。 尤其是,当肩颈部位和臀部因为重量无法分散,便会产生压力点,使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。 长时间下来,将易导致疼疼痛,将硬核拉伤,扭伤的发生。 一般来说,床垫设计可持续使用个十几年,但枕头磨损则较快。 两者虽然有时外观看起来良好,可是其内部支撑及缓冲材料,却随助时间、压力等原因而失去弹性,降低品质。 旧的枕头,床垫该换了吗?出现这些指标别再舍不得。 不过,民众到底要怎么样判断家中旧的枕头,床垫到底该不该更换呢? 陈怡君物理治疗师指出,如果发现自己睡醒起床时,总感到肩颈僵硬、疼痛,或四肢出现麻痛感。 且时间越久,问题见增,无论躺任何姿势都无法满意,并且开始影响睡眠品质。 或是,听到床垫的弹簧和线圈发出吱吱声,有明显的下陷及磨损迹象时,这就代表你应该更换新的枕头或床垫了。 理想的枕头和床垫怎么飘? 二张图轻松看懂。 至于理想的枕头和床垫该怎么飘? 陈怡君物理治疗师指出,重点就在于必须有支撑和缓冲的功能。 一般来说,常见材料有泡棉、记忆泡棉、凝胶、羽毛、水或复合型填充物等。 但太软的枕头或床垫虽可提供好的缓冲,可却容易在重量下压下变形太多,不是理想的支撑选择。 因此,要选择一个好枕头和床垫,应从四面观察其都能好好支撑人体重量,并维持脊柱和臀部的自然对齐和曲线。 同时有一定的缓冲力能扩散和分散,来自身体突出和尖锐区域所产生的压力。 故建议民众在选择请聚时,应留意在侧躺时枕头与床垫能填充头部,躯干与床的空间,让支撑脊椎在自然,中立姿势未原则。 此时头部、颈部和背部会呈一支线,如上途。 如此选择合适的请聚,才能帮助民众在睡眠期间全身放松,得到充分休息,不让肩颈酸痛缠身。 肩颈老酸痛是请聚出问题。 二张图教你挑对枕头,床垫睡好觉。 忙碌了一整天,希望夜晚能睡个好觉,是许多人的愿望。 因此,选择一套合适的请聚,提升睡眠品质,可说是一夜好眠,让疲劳全消,隔天精神抖走的关键。 但市售枕头,床垫种类白白种,民众到底该怎么选择?就让专业物理治疗师来告诉我们吧。 不知不当姿势会酿肩颈酸痛。枕头,床垫不适合更是潜在噪音。 卫福部南投医院陈乙军物理治疗师表示,造成人体的颈部和背部出现疼痛问题的因素相当多,除了不当的生活姿势外,不良的枕头和床垫也是可能噪音之一。 如果睡眠时没有好的枕头,床垫辅助,直接躺在硬面上,让身体没有适当支撑,脊椎便容易呈现不自然排列。 尤其是,当肩颈部位和臀部因为重量无法分散,便会产生压力点,使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。 长时间下来,将易导致疼疼痛,将硬核拉伤,扭伤的发生。 一般来说,床垫设计可持续使用个十几年,但枕头磨损则较快。 两者虽然有时外观看起来良好,可是其内部支撑及缓冲材料,却随助时间、压力等原因而失去弹性,降低品质。 旧的枕头,床垫该换了吗?出现这些指标别再舍不得。 不过,民众到底要怎么样判断家中旧的枕头,床垫到底该不该更换呢? 陈怡君物理治疗师指出,如果发现自己睡醒起床时,总感到肩颈僵硬、疼痛,或四肢出现麻痛感。 且时间越久,问题见增,无论躺任何姿势都无法满意,并且开始影响睡眠品质。 或是,听到床垫的弹簧和线圈发出吱吱声,有明显的下陷及磨损迹象时,这就代表你应该更换新的枕头或床垫了。 理想的枕头和床垫怎么挑? 二张图轻松看懂。 至于理想的枕头和床垫该怎么挑? 陈怡君物理治疗师指出,重点就在于必须有支撑和缓冲的功能。 一般来说,常见材料有泡棉、记忆泡棉、凝胶、羽毛、水或复合型填充物等。 但太软的枕头或床垫虽可提供好的缓冲,可却容易在重量下压下变形太多,不是理想的支撑选择。 因此,要选择一个好枕头和床垫,应从四面观察其都能好好支撑人体重量,并维持脊柱和臀部的自然对齐和曲线。 同时有一定的缓冲力能扩散和分散,来自身体突出和尖锐区域所产生的压力。 故建议民众在选择请聚时,应留意在侧躺时枕头与床垫能填充头部,躯干与床的空间,让支撑脊椎在自然,中立姿势未原则。 此时头部、颈部和背部会成一支线,如上途。 如此选择合适的请聚,才能帮助民众在睡眠期间全身放松,得到充分休息,不让肩颈酸痛缠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